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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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用一句话去介绍 它就是一个云操作系统 听起来有点抽象 那具体一点理解很简单 你把它跟单机操作系统对比一下 就单机操作系统 它是运行在一台服务器上的 然后上面跑的像QQ微信 这些都是跑在单机上面的应用 你把这些东西呢 往集群中一映射 其实你就能理解了 云操作系统 首先它不是跑在一台服务器上的 它是跑在整个数据中心的 就整个数据中心 所有的服务器上都会去安装Sales 然后第二呢 这个云操作系统上面跑的应用 就不再是这种单机的应用了 而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服务端需要用到的 这种分布式的应用 比如说高可用的数据库 消息对立 缓存 AI能力 或者你自己写的 加网 购 配送的这些程序 其实这些都是分布式的应用 那跑在云操作系统上面 然后云操作系统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整个数据中心 变成一个整体 变成一台逻辑计算机 这个时候你看到了 就不再是一台一台 孤立的服务器了 你看到的是 一个大的计算资源池 然后你在使用体验上来说 你也感知不到服务器的存在 就是底层很多服务器 你使用的时候 感受是一台服务器 所以这就是 把一个整体 变成了一个逻辑计算机 所以这就是C罗 我能理解 我们传统所用的操作系统 就是装在一台计算机上的 但是用了Sales之后 我多台的服务器 然后在我感知上 就感觉还是一台一样 对吧 我装什么应用部署 也是一次 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跟做云的时候 跟以前的思路就不太一样了 以前比如说典型的 IS PASS SAS 这三层分层架构 他们考虑的是 我的物理硬件都来了之后 我在上面做虚拟化 虚拟出一个个的小的虚拟机 给其他的组织去用 以提升资源利用率 但Sales这种思维恰恰相反 就是我们不是把整个机群 切分成一小分一小分 我们是要把它变成一台逻辑计算机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租户 他们每个人在用的时候 都像在用一台服务器一样 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超级算机 然后所有人都去用这一台机器 一个是 就是给物理机群 分成很多小分 一个Sales是核 把整个机群变成一个大的整体 应该这种东西的话 我也是 其实一些大的 也不应用大型 可能中型的公司 我需要去买一些 我需要去自己买一套机房 然后原来的话 我会有很高的运维的成本 对吧 那现在就用这个Sales之后 就像管理一台电脑一样 我去装东西去用就OK了 对 而且这里面你会发现 刚才确实你提到就是非常通的问题 任何一家企业在建设云的时候 成本都非常高 要么要对很多人 很长的研发周期 在最终还调稳定性 还推广 还落地 等等这些 其实这个过程成本非常之高 当你反观单机操作系统 比如说Linux 其实你装上之后就能用了 没有太高的这个成本 可能一个实习生装上就能用了 对吧 但是云就没有到达这种状态 我们希望Sales做到的就是 谁拿到了Sales的软件 几台服器准备 20分钟一条命令搞定 你的云就有了 你直接用就好了 把你的所有的成本压缩到 20分钟之内一条命令搞定 听起来你们是国产云操作系统 这样一听感觉更厉害了 然后我们Lav这边 Lav 我没先聊Lav 是因为我怕聊太多了 我都很早就开始用 那也介绍一下吧 Lav这个产品 Lav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箱节用 免去这个 开发前置的这些 琐碎的一些路径 我的感觉它是偏给 前端去用的后端 后端服务 就是我会一点 我就会点node嘛 我就有点GIS技能凑合一下 然后但其实跑出来东西 还能跑一个比较可靠的东西出来 我前端写后端 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你不好保证是个可靠性 对吧 你最好用Express 用CoA这种东西搭起来的 你没什么愿违经验吧 你甚至可能还缺乏一些 基本的后端常识 这是一个场景 其实更多的是 不是说Lav就是为前端打造的 它是说Lav把门槛降得足够低了 前端自然它可以变前端了 它有能力去搞后端了 至少它不需要丰富的运维经验 不需要设计库的部署运维经验 然后它不用接触服务器 它甚至比写钱 那那时候还要舒服 因为直接连RDE都不用准备了 环境也不用准备 现在Lav是 现在是只支持Node吗 那可能既然只支持Node 肯定还是面向前端吗 这是从技术站上考虑 还是从产品上考虑的 技术站吗 其实你看我们的口号 也是前端秒变全站嘛 其实做JS的话 这个最初的话 定调定的是JS 然后那时候还是比较 比较靠近前端的 刚才是希望前 包括我们做一个功能 让前端可以直接通过一个policy 去访问数据库 让前端直接去做这个事情 那时候最初的时候 Lav是没有云函数的 就是它比较贫向前端这个场景 就是快速开发 后来它迭代出云函数 所以说它拼前端 给前端用的也合适 但现在不太一样了 现在云函数其实 是一个非常非常 应该说最核心的一块了 其实目前大多数人 用的是云函数 并不是以前的说那个 理解 就原来是托管部署的 网页的是吧 之前是前端可以直接访问数据库 就这个能力也会比较重要 就最初Lav在没有云函数的时候 还不叫Lav的时候 是有那个过程的 所以现在来说 我们还是定位就是一个 开端极用的Bus 那么它不仅局限于前端来使用 只是说对前端比较友好 刚刚提了Bus这个概念 让我们也可以科普一下 就是有好多吗 这个什么Bus Pus Sus 对吧 Fest 目前讲的Bus的话 基本上就指 Back-end as service 那你就这几个东西 你怎么去区分它 就算给听众科普一下吗 那得从RS开始了 Infra 基础建设 对 这个CLS的课 RS S Pus Sus 我觉得我可以来讲一下 Pus 对 可以来老刚才讲一下 就是 S基础设施级服务 它相当于把数据中心里面的 路由器 交换机 虚拟机 测盘等等这些 用软件全部写了一遍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让整个基础设施可编程了 就以前我要一台路由器 可能我需要买一台硬件设备 但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软件去定义它 我在软件里面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路由器出来 然后自由地去组网 所以让这个基础设施变得非常的灵活 然后Pus这一层呢 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些中间层的服务 像这个数据库服务 消息对劣服务 缓程服务等等这些 那SaaS可能就最终end user要用的了 比如说你用的这个鱼雀 刚刚挂掉的 它就是一个SaaS 是吧 然后非输 还可以说是一个SaaS 所以是这样去分层的 然后有意思的是 我认为这种分层并不是很合理 就是整个CLS的架构 完全没有采用这套架构去做 CLS叫Kernel的架构 云内核的架构去做 底层是驱动 就是你会发现 在很多租户 去用云的时候 它到底需不需要通过一个路由器和交换机来做网络的隔离 其实不一定 我只要你的业务跟我的业务没有影响就行了 我不一定 所以我就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实现方式 降低它的复杂度跟成本 所以Google就是这样做的 Google可能 这个物理机上直接跑容器会多一些 那它的架构变成了底层是驱动 Driver 这些Driver是把整个数据中心的计算存出网络变成一个大的池子 然后有个云内核 Kernel 就K-8S这个云Kernel 然后Kernel上面的一切皆应用 我不分不区分PaaS跟SaaS 因为它们没有本质区别 它们都是进程 都是容器 既然如此 我何必要去区分它们 就从技术的视角看的话 它们是一样 只是用户视角会觉得不一样 对我们压式变形 压式变形 就长翅膀会游泳的都是鸭子 这程序员都很熟悉 其实道理也是一样 你说SaaS无非是给普通人用的 这个PaaS可能是给程序员用的 就这些区别 但它们在运行在云操系统里面的时候 它们是一个东西 既然是一个东西 我们就不要去区分它 那刚才福文说 那个BaaS SaaS也是这一类东西 对也是一类 你可以说BaaS也是应用 比如说Laf 它就是云操系统上的一款应用 它提供了一些后端的能力 就是接口的能力等等这些 那个可以待会再讲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架构 系统之上一切皆应用 所以一定要有这种高度的抽象 你才能把云做得足够的内聚 才能让它的扩展性足够好 我讲完这个架构之后 你会发现你非常熟悉 熟悉在哪呢 Linux就是这种架构 Linux底下是驱动 中间是kurner 上面是发行板 是吧 云操系统同理 所以Sylos的所有设计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就跟整个Linux的设计思路 是深刻影响到Sylos的设计的 这必然是一种更合理的架构 因为它成本更低了 你搞OpenStack 你要需要投入30多个人 我Sylos一个人 Install结束了 然后可以很稳定的长期运行 因为当初我们搞OpenStack 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三天都安装不上 所以这必然会是一个失败的系统 就它复杂了 它把很多东西复杂了 我们可以搞内局 所以这是我对S Pass Sus的理解 那其他的Bass老根 可以介绍介绍 福根你肯定是 看用户的这种视角更多一些 很有意思的点 我呢更多的是 没有这种哲学抽象 没有这种很系统性的 自上而下的这种设计思考 或者说比较少 我更倾向于是自下而上的 因为这个产品的这个属性还不太一样 我更关注的就是 因为我很偏应用嘛 更偏的是用户实际使用的痛点 阳点 对 我就不想做这个事情 这个Endings我就不想配 我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开发了 每次配Endings我都很痛苦 这个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出发点也很简单 就是 你别乱说 十几年前哪有Endings 有吧 十几年前还是Apaq呢 类似 因为Apaq比较多 有那么早吗 十几年前做PHP 配Apaq比较多 类似的 都是很难配 他们看他 反正这个事情 应该没人喜欢做这个事 所以我的更多的出发点 其实包括做Luff的初衷 都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要解决我实际的问题 Luff最初的定位 它并没有说定位为一个 怎样的开源产品 就连公开的产品都不是 所以我就能感觉 当时说一个特别优秀的公司 跟一个普通公司区别就是了 不跟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会想写一个 我遇到问题 我只中想找一个 这个区别在于我比较 我比较懒 这件事情做了很多了 以后不想再做了 我说我得做个工具 以后都得让我免出这种烦恼 应该还是优先找 尽量还是不要重复招论子 所以说这是工程师 一个特别好的特质 但是很多时候确实 你找的也不是那么满意 但是Parse一开始用还挺好 就没了 没了开源版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像我在DT的时候 反正我也做开放平台 我们也做基于IM的应用 当时我们大部分应用 就是自己搭了一个Parse 跑起来的 但是确实有很多问题 不方便用 就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这种东西 所以我第一次听说Lav的时候 还是和白老师跟我推荐的 要不然你知道这个人吗 看人圈子都很出名的一个人 白老师跟我说 说你试试这个 但是轻服刚关服 对他那时候 他应该就在轻服 然后也跟我发了四个字 大青亡了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Lav挺好的 你要用下Lav 所以那时候很早 说我知道了 就刚才说到 那个视角的问题 我觉得区别点在于 说海涛这边是 我要想 我更多是跟设备 跟机器打交道 那我从机器的这条去看 那一些不必要的人 那个层面的概念 我们应该把它去掉 那是一些干扰信息 对吧 我们在机器中 看到它更纯粹的属性 但是从人这边 就是Lav这个侧 我面对是真实的用户 虽然它的技术属性上 是一致的 但是我要跟运黄明确 所以说他们的应用属性 是不同的 然后就让用户 对功能有更明显的 一个感知 这个两方面都非常合理 在各个场景下 所以刚才分别问完之后 那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是怎么 你是后来 入职这个公司的是吗 是怎么和开始 结合的这个东西呢 一开始是两个 不相关的产品 故事是这样的 首先我跟老跟呢 是我们 我刚毕业的那家公司 我们俩是同事 也是特别好的 接近快十年的朋友了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 会很频繁的去对 比如说他经常会去我家 然后或者去别的朋友的 然后都会聊得非常的 基本上都会聊到夜里 什么一两点的这种情况 有一次他就在我家 给我demo了love 就给我看love 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他在拿着一个金饭碗要饭 我说你怎么不去看看 拿那融资或者怎么样 但是确实何飞那个地方 能听懂love的人是很少的 他跟外面的资本不一样 外面资本可能见得多 基本上都能听得明白 然后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在看到love的时候 其实可能别人都看不到的点 就是我知道love是 CLS上面一款killer app 就杀手机的应用 那时候 CLS是一个什么进展的状态 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大概在多少 5000还是8000 斯大左右 可能5000吧 5000左右的斯大的样子 然后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因为CLS 我一开始定位它就云操系统 如果云操作系统上没有应用的话 就相当于你买了一个windows 上面啥也没装 那就是个砖 导信鸿蒙的困境 对 就是一个砖 就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看到的是 love是CLS上一款杀手机的应用 我们还需要10款 20款这样的杀手机的应用 在那上面 然后整个云操系统才能变得牛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点 所以我穿越 路奇找到我们之后 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 我要跟love结合 第一是我们人是彼此高度互信的 然后我们的事是可以完美结合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和在一起 实际做的过程中呢 我还是希望 就是在我们实际做的过程中 还是让love快速小步快跑的 就我们没有那么早想要结合 或者干嘛的 就先要把它的东西做出来 然后现在在这个Q的时候 真正在运营一年之后 我们想着再把它运行在CLS之上 这个我们这个工作 基本上已经完成一半了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 一开始就预期好的这件事情 是两个 就是各自的 在去解决各自的场景下的问题 然后就发现 能很好的结合 其实关系可以这样形容一下 CLS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是解决我love的问题 对啊 你不光是运行一个嘛 你运行 其实你背后还有定时的服务 你有数据库对吧 你几个东西都要跑起来的 其实love很需要一个 像CLS这样的运营操作系统 但我只关心love 不要关心其他的运营了 所以love马上彻底迁到 CLS更运营上 我就彻底解放了 这些运营工作 我就不用去操心了 你这个love是背后有多少个 有什么服务上要起来的 新的我都 我新的没看 旧的我还记得 当时跑了好几个容器的 新的都是基于KBS很多能力 核心组件还差不多 我们只有一个server 一个web 一个mongo机群 然后一个logserver吧 大条是这样 其实比老的好像还要精简了一点 像gadeway的话 我们直接用了ingress 所以我们就不用自己去写gadeway了 以前应用分发的gadeway是自己写的 但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有了CLS的话 就是一键就跑起来 现在在CLS公园 那有个摩板市场 里面就有love 那你说是直接买love SARS服务更划算 还是我双十区买一个投讯员 装CLS CLS在跑love划算 看你自己的时间值不值钱 那我听懂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 从价格上面来说 我觉得肯定还是love SaaS会便宜一点 因为你独立起一个 你肯定消耗更多资源 应该是这个逻辑 你的网关 备份 mongo的高可用 你这一系列的东西 如果做的话 腾云买一台服务器肯定不够 哪怕最低配的三五的孩子需要的 其实服务水平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在CLS上面 其love 很多人是不愿意跟别人共享 因为你共享数据库或者干嘛的 其实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假设别人写了一个慢查型之类的 它可能在性能上对你产生一些影响 就有些非常重要的应用 它希望独立跑 它宁愿多付点钱 这是一种场景 所以这两种场景其实不太一样 针对不同的客户我们去使用不同的方式 之前我们去跟INP的丁宁 他是专门做Infra领域的UFA 也是我们的FA 他就对Infra领域的商业模式就分了三个板块 他说一个大的板块是Data Infra 跟Data相关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发者工具相关的 给开发者提供效率工具的 然后第三个板块就是周边服务 运位监控安全这种 就是三个板块的商业模式不太一样 Data Infra就是单价乘以资源 是个数据库这种 然后开发者工具就是人数乘以单价的 然后就看正好Lav跟Cellus的话 就是落在这种两个板块里面的感觉 因为又聊开源 我们经常反正聊这点就会聊到商业 我就让你们对于商业的想法 听下来我们偏第一块可能多一点 也就是资源 因为本质上我们是提供云服务的 本质上我们提供云服务 所以基本上按资源的出钱 然后其实我们的 其实做开源的公司都有这个挑战 就是大家都会来问你怎么商业化 人家为什么不白嫖你开源呢 这其实是个非常尖锐的话题 Cellus听起来太适合白嫖了 这个东西我想付钱 王总想不到怎么给你们付钱 然后就做了做了你发现 你做得很稳定之后 别人不会付钱 因为人家直接做开源了 你做不稳定 别人也不会用 就觉得你的不成熟 所以变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Cellus非常有意思 Cellus我觉得是在开源和商业化中 思考最清晰的之一吧 为什么呢 因为Cellus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收钱的 也是开源的 就是我从第一个版本发出来之后 我其实是放在阿里云市场上去售卖的 然后我的原代码是放在GitHub上面的 也就是我构建出来的那个安装包 那个package 你是要付钱下载 然后你的原代码是可以随便用的 你也可以基于我的原代码 自己去build的 我可以保证你要花一周以上的时间 才能搞定这个事 因为它很复杂 它要把很多的Cubinitis这包全部给拉下来 然后在底层又把很多的工具链配置都给弄好 我自己这么熟练 可能都要一两天的时间能搞定 然后对开发者来说就更搞不定了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又写了机器人自动地去构建这整个过程 所以我的成本可以做到零 然后那对于用户来说 它一周的时间成本就可以省下来 那我可以卖它50到160 这个价格对它来说是绝对划算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兼职的时候就已经卖了4000多份了 就这种价格卖了4000多份 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期的商业模式 但它对于开源来说 它不是一个 你再往后期去发展之后 你发现它的客单价或者干嘛 不足以支撑一家公司的发展 所以最合适的商业模式 其实还是云服务 Cloud 就云服务 那我们的云服务 就是大部分真的愿意为你掏钱的人 他其实是想用的 想用的时候呢 他不论如何 这个钱他绕不开的 他要么用你开源的 然后去买阿里云的服务器 然后去装到这个阿里云上 他也得掏钱 然后他那直接用Sales Cloud 打开流氧器就能用 那他也可以到家 只要我们的成本做的更低一些 然后我们的体验肯定是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没有安装的过程 你直接上来就直接可以用了 所以这个云就是开源向云导流 然后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6月12号上线到现在 已经接近这个总体 全部的这个注册用户已经6万多了 就这个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商业化的思考 然后在这个Cloud的 Cloud和开源的这个流量入口中呢 你会发现你可以转换出一批 私有云的大币客户了 然后这些大币客户关注的点 他显然不是白嫖 他要的一定是最专业的服务 他们很有钱 他们不会缺这点钱的 所以我们整个转换路斗 是开源Cloud到这个大币的私有云 这样的一个转换路斗 现在这个路斗基本上已经验证了 我们现在服务的这些大币客户 几乎都是主动找上我们的 就是通过了解我们开源社区 有足够大的流量入口 所以这是我们商业模式 因为像比如我们数据库的话 其实数据库的本质就是卖S3 我把S3增值卖出去 然后你们这个SAT服务 其实本质就是我增值去卖服务器 对吧 我本来我买一个阿里云 我买几个阿里云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 我就通过你们 表面上是买 就是其实本质上是买阿里云 但是他买了一个更好用的阿里云 对吧 他感知不到阿里云了 就是他其实买阿里云 也是为了上层应用嘛 但是原来没有这个路子 原来你只能先去买菜 然后自己洗自己切自己做 现在直接在你们这买了 就是做好的菜了 对吧 然后更往前的一步就是说 锅包肉我教你怎么做 但是你自己做不好 所以我给你把做好的放着 有不要钱的肉啊什么面 什么你自己就随便拿 你们自己能做好你就自己做 对吧 大家发现太麻烦了 我搞不定 我有做好的 我先买你做好的 哇你们这个 我是个好的商业模式 真的就是你一听就觉得 它是很顺畅的 对吧 而且我们的私有云 还有一块自助私有云 自助化的 就是我们在10月份会上线 然后客户过来了之后 会自动的直接在我们官网 去下载 下载完了之后 他会有个 在他的机房里面 也会有个额度 然后他起容器的时候 这个额度会被消耗 消耗完了之后 你就得购买我们的license 就是把你们这个装到 他们的私有机房里面 但这个计费是什么 维度计费的 也是我们会去统计 整个机群的资源的 使用情况 然后会有个计量计费系统 然后如果你想白嫖 你唯一的做法就是 精通CLS的代码 并且把这个破解 就像你自己去写这个破解版 然后这个一万个人里面 可能有两个人会这样去干 那我们就不重要了 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 有所谓 那这个跟他自己 部署开源版的区别是什么呢 没区别 就是我们这个本质上 我们不会有很多版本 我们只有一个版本 就开源版 我们发出来这个package 也是有license的限制 会去收费的 然后如果他真的 一毛钱都不想到 因为我们其实是合理收费 我们并不是乱收费 就是我们相信 我们提供的价值 是十倍百倍以上的 就是所以收一点点钱 然后如果他真的要破解的话 他精通原代码 自己去改造那块的逻辑 然后才能破解 这个虽然比破解一些 商业版的软件成本会更低 因为毕竟原代码在那 但是真正这样去做的人 其实还是不多的 对 而且是不会 就没有办法再得到 你们官方的任何的支持了 对吧 对 支持肯定就很难了 这个CLS讲了这么多成绩 我在听Lav这边 Lav的付费用户也很多 CLS可能不多 但客单价会比Lav高 对 可能没有Lav 就是我们整体的付费率 大概都在10%左右 比如说6万的注册用户 大概有6000的付费 大概是这样 而且需费率特别高 就是需费率基本上30%之内 我们付费用户 现在好像CLS还更多一点 对 在Lav的 我理解Lav可能很多是个人用户 小用户 也有比较大的用户 就像我们Lav 让机群有用量非常大的应用 就是它一个应用可能会占比非常大 甚至有时候会过半 注册用户百万 其实我觉得Lav要想做成 这类用户是最重要的 个人用户是没有办法支撑 你知道Link Cloud早期的时候 它的策略是就很多免费的 要有很多的用户额度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 全都是小用户 这些小用户是赔本的 后来他们就改了一个策略 是每天低消30块钱 发布当天我就跑路了 我车什么的 怎么可能又得起了 一个月900块钱 我每天低消30 包第三十 但是确实他们改策略之后 就开始盈利了 就是把那些学生 或者是个人玩一玩的 把他们去除掉 节约了很大量的成本 那你们这边其实也会有这样的吗 首先呢 开发者和个人身上确实没钱赚 你会发现 就即便是我 一年在软件上花费 不会超过2000块钱 2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 特别是中国的开发者 白嫖已经成为习惯了 就是 我就赶紧 我就怕你们这么说我 付费用户 付费用户 但就是怎么样 能把这些人身上价值 给发掘出来呢 你是付费用户 你花了700多年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但是他们很重要 就是你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就是你像我们支撑这种 百万注册用户级别的 这些应用 他们最早期 其实都是通过这些 开发者用户导过来的 要么他自己公司内部的 某个开发者觉得 LUF挺好的 然后上升到公司这个维度 去用户 所以这群人既重要 然后又没钱赚 所以你要在中间有个权衡 那LUF其实就挺好的 对 那你为什么又不说出个策略 就是你们就走吧 因为你们多一个人 我就多赔个本 然后你的业务又没有价值 就是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些人 如果他本身的业务没价值 你其实你从他身上硬耗 你耗不出钱的 关键他的应用本身要有价值 核心逻辑是不赔本 就是即便一个个人应用 他花15块钱 在LUF上起了一个方神 那这个cover他的成本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得益于你们的 还是得益于你们的运维水平 不做 第一个是运维水平 第二个是不做免费 就基本上LUF是没有什么免费的 就进来可能送了一点点 像C勒斯进来送5块钱的额度 这5块钱没有成本 对我们来说 用完了之后 你要么不用 要么充值 所以这样的话 开发者用户 他的成本会耗很多 所以真的需要用的这些开发者 额度稍微大一点的话 他基本上超过200块钱 他就要开发票了 他就要找公司报销了 就基本上是这样 那更重要的还是 你一定要服务好他们 然后说服他们 你就以产品的这种 这种体验 各方面的稳定性 这种东西 就说服他 真的让他愿意 把更多的东西放上来 甚至公司的东西放上来 那几个大客户 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 就这个过程 你是跳不过去的 所以说这些小的 你会觉得 不那么有价值的客户 但你肯定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保本的策略 对我来说 不能这么论断 说小的没有价值 我确实一直这么想的 就是说他可能在价格上 就贡献的直接的营收上 价值会低一些 或者说这个价值可以忽略 但其实开发者的价值 他不一定体现在 他的付费能力 付费那肯定是弊端 那么你看对LUF来说 我们从开始就要做开源 其实就是重视开发者的价值 要不然你做开源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都忽略开发者了 还做开源是吧 那不想让人用 就一个就是 他本身一个开发者工具 做开源呢 也是这个产品一个属性 我们的一个预期 就去除绑定 让开发者可以选择更自由 那么其实 还有开发者在 在上面能不能付钱的问题 那就是看我们 未来的就长期的一个定位 我更倾向于是 LUF他要做生态 他的生态要发展起来 那么只有开发者能参与你这个生态 B端用户自己开发自己的商业应用 它是一个商业应用 他有几百万三千万用户 但是他还是只是一个应用 甚至是相对封闭的 那我们只是对B端单纯的提供服务 收取服务的费用 但是这个产品 我们最终还是 希望在生态和这个商业上 它是相得一张的 就两条 这两条腿我们都要走 那是这个开发者 在这个生态上 我能再去赚到钱 对 我最终是希望开发者 在这个生态上 他还能偶尔地赚到钱 就我作为一个独立开发者 我在LUF上上架一些 我写的应用或者是服务 他被C端用户用 或者是被其他开发者用 然后这样能支持我的收入 甚至支持我体面的生活 这是我的一个愿景 也是我很希望做到的事 就是love不是目的 说实在的 就是让 就是这些应用 你会发现 应用它有二八原则 就是80%的人 其实在用那20%的软件 然后那20%的软件 几乎很少是个人开发的 可能都是一些团队 比如说开源社区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项目 拿出来列一列 概念不是分离的 就是说开发者 不一定就不是团队 对于连接软件的生产者 跟消费者 这个是核心 这个是关键 C-Silos也是 或者是安卓 苹果 iOS 其实这些都是相同的原理 或者是云厂商的marking place 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只不过 相当于C-Silos 跟marking place的 最重大的区别是 C-Silos是一个 很有标准的 这个操作系统 你发现安卓跟iOS 它标准很明确 安卓的这个System Core 或者你在上面 很标准的方式去开发 但是现在的很多的云市场 其实它做成了一锅大杂烩 它很杂 很多东西 罗列出来了 只是我给了 那个目录的入口 或者干嘛 它不是一个真正 在操作系统层面上的协作 没有标准 其实没有办法协作 像Docker Docker为什么 大家能协作得很好 因为Docker Image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它也能连接 软件的生产者 跟消费者 所以你中间这层东西 必须要有 然后这个标准呢 你也不要尝试自己去构建 那就不是事实标准 所以一定要follow 整个生态的事实标准 那什么是事实标准 现在Kubernetes 在云厌生生态 是事实标准 我们要去遵循它 我们可以去扩展它 然后要遵循这些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 去连接软件的生产者 跟消费者 在整个生态中去玩 所以Silos 这个这么小的公司 为什么能去做一个公有云 这个听起来 其实似乎很不靠谱的 一件事情 但其实我们并不是 一个人在跟这个竞争 而是整个生态 我们是在整个生态中的一环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去做这些事情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 就原来我跟福根那些想法 类似的是 我会觉得开发者 有这个能力 就是开发者 其实会比普通人的效率更高 他们有产出 但最近两年 我好像有一点悲观 或者越来越悲观 就是我对开发者的现状 就是真的有那么多的人 然后那么有热线和生产力 然后能去支撑这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很多开源项目 就是一个两个 非常优秀的贡献者去做 然后你听起来说开源的 很多contributor 让你看 他其实只是改错别字的 对吧 那的话我LAV希望 有很多的开发 包括像飞书的开放平台 有跟什么接触很多 但其实大量的开发者 是企业内的 就是为了企业需求去做的 而真正作为独立开发者 这种兴趣 像你做LAV 让兴趣去动也好 或者我就是独立开发者 身份 我想以此为生 这类的人很少 但如果你想基于这些人 对他们的期望 然后开始一个模式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很困难 你会怎么看 我也不会定位为说 专门为独立开发者服务 独立开发者活的应该还是 一个是他比较小众 他们活的也挺坚信的 就是你LAV做市场吗 你LAV做市场 什么人会在这个市场里面 去做东西呢 就是我会对这部分人的技术 会有一点和他们能力 有点悲观 对 就是独立开发者本来就很少 然后在这独立开发者里面 做的好的就更少 基本就更少了 但凡稍微做出点像样子的 比如说 我真的独立开发者 做出了一块 你还可以 那大概率就要成立公司 成立组织去 去继续往下去做 你要真的 那单兵作战的 可能全球看下来 也就是各位 真的能做到 一亿营收的那种非常夸张的一个人 当年也出现过这样的例子 当然这些太少了 所以你根本不能把这个定位 成你的客户画像 然后客户跟用户吧 用户可能是全体的开发者 就对于LAV和Silos来说 真正给你掏钱付费的一定是币 而且最终可能 二八原则还是大币占了80% 小币占了百分之 剩下的 这个规律是没有办法违抗的 整个市场情况就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 你不一定是一步跨到那个大币 大币那边去 就是像LAV和Silos这样的产品 如果在早期去 去重点去打大币 其实也很危险 因为大币它很强势 它要求的这些 可能太针对于他们的场景 但是不是那种通用实用性的东西 但全体开发者 他给你提的需求 其实你就可以抽象 综合 沉淀 然后做出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有些东西 有些需求过来了 可能我没有好的设计方法 我可以先不做 这样就会跟 对于整个产品的迭代来说 它不会变成一个 奇奇怪怪 四不像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 做大币 我觉得后面是有机会的 在你产品 沉浸到一定的时机的时候 这个你有足够强的 这个抽象能力 跟扩展能力之后 所以前面是一个 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对 这个过程我们是要去经历的 就是我们到达大币付费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也可能你们技术上也没有完全准备好 尤其是在产品上 对产品上如果过多对他们妥协的话 你的路其实就走歪了 但是你前期有大量的社区的用户 就能保证 有人往这边歪 有人往这边歪 但是大家加在一起 好像这个方向 它就是正的 你走了足够远 然后你们也会对产品 有自己的一个信息了 就我也很确定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你去跟大币在聊的时候 你也有信心去 去跟他们去讲说 这个事情 我哪些是我们是应该对的 对 因为我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所以我们的路径 现在基本就是 从一开始的开发者 其实有很多的开发者 弊端应用都没有的 从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弊端不敢上来 弊端就不知道你稳不稳定之类的 他都不敢上来 一开始都是开发者 来试试 来体验一下 然后现在都像发现 有些中小B可以上来了 像自作奇 这些基本上 已经到百万级别的用户了 然后像我们的猎编宝 也有百万级别的 就单品 单个应用 已经有百万级别的注册用户了 所以你会发现 基本上是朝到我们 预期的方向去发展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的客单价 我们客单价 最早这时候就是10块20 这典型的开发者行为 开发者就是 从10块20去体验一下 好 现在我们C-LUS的客单价 已经到了80了 就是客单均价 已经到80了 一直在增长 而且这个客单价越来越大 因为 所以 可见 B端它一直会去 在观察你 观察你 是不是稳定的 你跑一个季度 到底有没有挂 然后是不是这个能力 逐渐全了 然后是不是上面有一些案例 标杆案例出来了 这样一些B端的业务 才敢往上放 所以这个过程 你必然要去经历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逻辑 就是 我一个点 就是不能把这个开发者 和B端给割裂开来 它是一个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事情 最终用这个的 还是在 我们针对着B端 对吧 比较 你商业模式 最终要通过B端来完成 B端里面也是开发者的用力 他们在决筑过程当中 是决筑的一环 好多东西就是 老板喜欢跟开发者喜欢 好像不一致 这就是B端 B端软件的一个特性了 掏钱的人跟使用的人 不是同一个人 对 也是这样 就跟幼儿园一样 但也不完全冲突 多少是有影响的 不能说我们维护好开发者 就能把B端搞好了 或者说 我们就完全不在乎开发者 就一直 就完全去搞商务了 两个应该都 都是比较极端的 对 所以在Cilos for Love 这些产品呢 我们其实要做交集 就是掏钱人的需求 和这个使用者的需求 他们交集在哪 做那部分的事情 我们不能只考虑商务的事情 不能只考虑开发者体验的事情 就这两个人要综合在一起去考虑 掏钱的人他到底关心什么 然后使用的人到底关心什么 他是有个交集的 但现在很多 特别是大B的软件 往往只重视了掏钱人的诉求 底下人用软件用得跟谁样 就是难受的要死 天天在骂领导 这种事情都很常见 是吧 我们最好不要这样 我们最好是 谁踩过了Cilos之后 整个企业的开发者 都说这个领导 这是我们最终想达到的 这个效果 是吧 这种东西 至少有一部分 还是来自于 工程师这种朴素的 这种职业操守也好 或者职业审美也好 我们会有基本的事 因为 这东西我们自己就在用了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对吧 对 这点特别重要 就不管是LAV还是Cilos 我们自己公司内部 是在深度的用 比如说 我们三款产品 Cilos LAV FastGPT FastGPT现在增长最快 我估计 可能在一年之内 成为我们公司 最火热的开业项目 就现在以它的增长趋势来看 FastGPT 就是Cilos的重度用户 现在Cilos上 30%跑到FastGPT 我的感觉就是 我为了用FastGPT 然后我就再装个Cilos 不是 就是企业为了用FastGPT 在Cilos上 点击一下按钮就直接起起来了 那他们会是先买的 就是他们先买了Cilos 然后说发现 这有个好玩的应用 还是说他们听说FastGPT 还是说你想用这个东西 用Cilos更好 从FastGPT导流过来的 基本上是先 先是FastGPT的诉求 他们连容器都不懂的 就是好像说 这个软件好好用 然后说这个软件 只有IOS有 然后说好 那我买个苹果手机 就是这个道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过来的会多一些 就是你说的我们有更杀手机的应用 是建立这个生态的一个很重要的 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 你像这个Ella或者App Smith 或者这些 或者是WordPress等等 这些这些应用 这些或者是数据库 像跟隔壁合作 KB QBlocks合作 那这些应用是Cilos的灵魂 我们的Cilos核心要做的事情 把这些应用管好 管好了之后 我们把这些应用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你千万不要尴尬的结合在一起 硬生生的 这个七拼八凑 变成一个四步项 那绝对不行 你像IOS或者安卓 它上面的应用 绝对是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的 那Cilos也是一样 我们有机的 这可以在我们的产品形态上 就能看得出来 它更像一个操作系统 而不像一个PaaS平台 或者不像一个云平台 典型的云平台 大家都去抄AWS 这是典型的做法 Cilos为什么在产品思考上 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应用 都有全球最专业的团队在去做 你要给他们足够高的自由度 假设你要要求他们的风格统一 或者什么账户 什么统一 那他们就做不了这个事情了 他们一定要是足够做好的发展 所以你在产品形态上 你就要考虑这一点 就跟Windows上面 你不会要求微信和飞书的账户打通一样 他们不打通 甚至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付费模式 等等这些东西 这是所以云操系统 一定要给应用足够高的自由度 然后让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些应用之间 又不能完全没有关系 如果完全没有关系 你的体验不会特别好 比如说我用了一个数据库之后 那我有额外的一个 假设Terminal的应用 他们是可以相互唤醒的 我这里面一点开 唤醒了另外一个应用 可以在Terminal里面 敲明力量 所以这些应用之间 他们是有弱关联的一些关系在里面 或者比如数据库可以是共享 可以共享也可以独立 就是他会非常的自由独立 然后这样你才是真正一个操作系统 其实手机上也一样 你在微信上点一下 可能唤醒了一个支付之类的 就唤醒了一个别的 或者在浏览器里面点一下 唤醒了支付宝的支付 就应用之间的关联 这个应用之间的关联 但是你们Cellus会给一些标准跟方法出来 对 所有的应用 其实它也跟System Call一样 我去唤醒一个应用 假设我开发一个应用 我要唤醒这个Terminal 那我就可以写这个部分的代码逻辑 然后把这个东西唤醒 是吧 又通过API把这个东西唤醒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想来贵司上班 你这个播出去老板听见吗 没事 我天天发表这种反动言论 有点夸不动了 或者大家对于 就是未来开发者的工作状态 会是怎么样你们的判断 因为现在也是AI 你们也有做的很好的AI产品 大家有朋友们觉得 AI会取代很多的程序员 我个人会觉得 成全优势不在于语言 不在于语法 就在于逻辑思维能力 对吧 逻辑思维能力这件事 是很难被替代的 也就是我们也许以后是写别的东西 但是这些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 和这些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岗位 肯定还会在 但是未来的开发者 他们日常工作 他们做的事情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 就是Cillus和Love 的确就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方式了 已经 那么就是再往下走 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倒是 在逐渐取代的过程中 但是最终 最终他其实还是会跟人一样 他也需要跟你沟通 他也需要跟你沟通 然后需要去了解需求 需要跟你对需求 其实你可以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人去看 只是看他在什么级别 就是他写代码在 在什么级别 就 其实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会发现 比如说今天你让AI去写个代码 他写的不可用 或者怎么样子 人也一样 你招个不太合适的人 他也写不出那么 那么让你能满意的代码 然后你可能就要把它开除掉 然后 当然AI进化到一定阶段 最终你 你跟他沟通 就是他一直改不对 但是 人好歹吧 就是你 起码沟通效率高一点 但AI那个代码 你肯定不敢直接上线 你还要再去review它 这是目前的AI 目前的AI的水准 就真的到了那一步的时候 AI真的能够比较好的目标驱动的时候 可能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人 去看待就行 那这种就是 如果写的太复杂了 那再有加功能 或者改bug 你这人就没法再进去了 你就只能继续继续 让AI去做这个事情 你招了一个人 他负责了一个独立大的模块 写了一堆史上代码 人也一样 你发现你也改不过来 你找一个人 你也没法改 所以这个没什么区别 再看当前的AI 我认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包括我们就是目前见识到的 它的这个抽象能力 逻辑能力 还是非常薄的 就是那个准确性 这个准确性 并不是说我做到70%和97%的区别 只要我用在生产环境下 那个剩下的你97%也没有用 我就要花很大精力去鉴别 所以我经常做一个不是不能播的一个比喻 就是你做的餐在美味 它里面有石 它就是没法吃 对 就是AI你做的就很好 看起来就很绚丽 然后闻着也很香 但是你里面就不能餐它不能吃的东西 所以应该还行 就是它说说我这大盘鸡这么大里面 对吧 我里面只有两克的石 没有多大关系的 那么就是说就是有苍蝇嘛 反正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我需要把它挑出来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很智慧 也很乐意助我 各方面都很好 知识渊博 但他就是不靠谱 他总是有一定的欺骗性 这我就很麻烦 我没有办法找他做事 我宁愿找一个 可能没有他那么强的 那么知识渊博的人 去来帮助我做一些事 所以就是基于统计学的AI 你只能以概率 给出一个结果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 应用那种确定性的场景 就很多场景可能不太适用 可能这种客服对话 非严肃的一些场景 它还行 你就想办法去约束它 这是我们的一个 对它的一个风险 对吧 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约束GPT 想办法约束它 其实就是大家都有共识 这玩意儿它就不靠谱 这是当前的一个状况 目前看的话 它这个能不能像说 或者线性的发展 或者说在短时间内 或者某个时间点突然爆炸 还要存疑 因为目前其实这个GPT的话 看它的技术 并没有很多新的东西 和过往十年 也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基础理论的话 还是在持续十年的话 那么可以认为在很长的一个阶段 它不会有一个爆炸性的 或者说质的变化 那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还是持续化 可能这十年间的工程师的工作 也不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就是这是一种可能性 而且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会 因为我们对AR的过度乐观 或者资本的大量进入 而发生质的变化 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在我这 占到四成吧 三四成 我还是内心很期望它 有质的变化了 如果放到那个维度上的话 对人的影响的话 我倾向于确实很多开发者 至少当前的这个工作 人不一定失业 他可能做更高维度的工作 但是确实会出现岗位效望 就像当初我们放到十年前 有个叫网页开发工程师 那现在变成前端了 他其实都不是一拨人了 只有一部分人完成转型了 都是做前端的 但以前不叫前端 他工作内容也完全不一样了 你说是不是同一种岗位 我们说不清楚 不好界定 因为以前我用Dreamweaver 去做一些事情 拖一拖写一些CSS就行了 甚至很多这个网页设计师 是不会写GSS的 对是后代人来写的 其实这个岗位 你说他消亡了没 他也消亡了 只是换了一波人 内容完全变了 应该未来的开发者 AI发展的话 他的工作岗位很可能 很多人变成could review了 或者是类似的 或者是更偏业务了 有的有道理 就变成一个 就可能就是等于你带着 十个机器人外包嘛 让他们干活 你就做CR 还有种可能是 直接换行业了 就是不在这个 就这个行业里面 80%的人 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这个很正常 就跟采缝人机一样嘛 就一旦这些 自动化的工厂里面的设备 都上了之后 采缝人机的那群人 就得考虑去做别的事情 我会说这个里面 那些重复第一项 或者无趣的部分 然后能被机械化 被智能化去替代的话 这岗位就 确实就会变少 但是可能有乐趣 有创造力那些东西还在 就比如说手动挡 就是手动挡车 大家买车肯定不会买手动挡 但是赛车还是手动挡 就是我想体会 体会驾驶乐趣的话 我是选手动挡的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他已经不是出行工具了 就是对于一些很多人来说 程序员写代码 是我为了生存吃饭的 就是到了下班的点 我也不会想看这个东西 它跟流水线可能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另外一些人 他们在这件事是有乐趣的 就是哪怕来了AI 我还是我这个代码 我跟你讲 我这个为什么归 古法手工制作 每行都是我自己打的 一点AI成分都没有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圆码可贵了 肯定有这种东西 今天做木工的人 要么是艺术家 要么是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 真的有兴趣的 那是占比极少极少极少的 最终它会成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以后这种 可能就是在这个 会议室玻璃房的围观 这个是一个纯手工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程序员 Python传承人是吧 看他写的代码 非常有艺术 对对对 Python传承人 然后都可以放在 博物馆里面了 这个其实哲学一点 你总是有需求的 就是我们 从这个生产力 发展的这个角度上 我们永远不满足 当下的生产力 或者说直到 它达到某个预知之前 这个很遥远了 那么 AI一定不能满足 不能满足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人 要做恶的东西 除非它一步到位 直接共产主义了 财富永远用不完了 生产资料 生产的商品 我们都用不完 那么我们总有不满足的地方 不满足就需要人 你这个汽车高铁 再快了 还是不满足 那你就需要人去补足 所以这个不需要 could review了 代码它完全形成闭环了 那么这些东西 叫做枯燥的事情 肯定还会有其他的 就它做不了的 这个行业是要效王 对于人来说 它的人才市场是效王了 那这种情况 我感觉需要很长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维度 如果拉得比较长的话 可能就它的讨论的价值 就稍微又低了一点 离我们很远的话 在我这就是十年以后 就是我倾向于 把自己目光放窄一点 放太长的话 我的生命感觉就更短了 放短一点 十年过一生 换十年再换一生 也能接受 哪怕被活换 今天我们预计的一些话题 基本都聊到了 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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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模式 聊了开发者 这个群体的 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觉得可以再 再聊一点的 补充一点的 公司使命愿景 价值观 招聘需求 这种都可以聊 我觉得我们公司 比较有意思吧 从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么短时间内 三个开演项目 都做得很好 这个可能跟基因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怎么去做好一个 或者是怎么去创造一个好的开演项目出来 就属于你们团队大部分都是工程师出身 对吧 对 基本上除了行政的岗位 其他都是技术人 你们有非技术的PM吗 其他全是技术的 包括我们运营同学 写代码写的也很溜 然后像老杨他线上这个debug故障 那都是一套工具 非常非常非常牛的 就是技术上都都非常牛 我们这就比较符合我们公司的调性 就是基本上都要懂技术 因为你不懂技术 你没有办法对CLS有深刻的理解 你没有办法对Lavs有深刻的理解 你不理解 你就没有办法感染你的客户 假设你是个销售 假设你是个做市场的 你没有这些 你很难做得到 基本上做不到 就是一个非技术人员 除非你真的是个天才 对我会感觉一个工程师 在你们这样团队会很 还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这些高效率的工具 一些 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 就领先这个时代 不说一个版本 领先时代半个版本 你能更先去用到这些东西 对于工程师来说真的很开心 比如说飞书 大家很多口评 甚至说公司用飞书 我就很喜欢 好的工具 就是带来很多愉悦的体验 对于开发者来说 我能参与到这样的工具的开发里面 而且我们自己公司也是这样的中毒的用户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然后刚刚刚那话题就是 怎么做好一个 开源项目 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 这个话题 首先有个前提 就是你得发现市场上的普遍需求 这个 这版LavCellus和FastGPT共性都是这样 就先大家能看到这个 它受众要足够广 受众如果太窄的话 可能你的项目最终的用户 其实就很难起来 就很少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普遍的需求存在 而且你解决的很好 就你的产品足够好 你们会考虑说市场上 有没有同类产品 你们会先去做这个调研吗 会 基本上Lav出现 Lav几乎是先把所有的Cellus 都用了一遍 最终劝退了之后 没办法自己做了一个 就这样的 然后FastGPT也是 FastGPT基本上是 看一下没有人 Cellus也是 Cellus当年从最开始 最早的时候 就Communities 连个高可用的安装方式都没有 官方文档都没有 那个年代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切入点 90%的玩KPass的人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做这个事情 就没有错了 但是你如果只做安装 格局就太小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应该做的是一个 愿景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一开始 Cellus的命名叫QBInit 然后你发现格局很小 是吧 格局很小 后来我想 这个不对 这个我不应该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就命名叫Cellus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奇怪 你做个安装工具 为什么叫OS 为什么是 这个不理解命名的原则 原因 其实 它是没有get到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确实你要了解精品 如果精品在这个领域 已经做得确实很好了 甚至广 就是知名度已经很广了 就是 那这个时候你去做就没它的必要了 然后你如果有精品 但是整个市场上其实还没有饱和 就是还有很多人没在用 那你只要跟精品的优势能说清楚 因为毕竟萝卜白菜会各有所爱的 你精品能做 你如果跟它有一些优势的话 还是有一部分客户选择你的 所以这两个是前提 因为开源做这个事情 人家认可的是硬实力 不管你是 你自己的title有多亮 你自己的平台有多大 你做的东西不行 你宣传死了都没用 有很多大厂做的很多项目 也做不起来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它没有办法 这个get到这一点 你的痛点到底有没有解决 你的东西到底做不做得好 这两个问题没有 所以它使劲宣传没有用的 没有效果的 然后这前面两者满足了 你慢慢慢慢去宣传之后 基本上都能起来 你就最简单的发发博客 就逐渐逐渐发个一年左右的时间 差不多能到个一千star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是个小的拐点 然后到那后面的时候 口碑就传播了 就你只要早期的客户服务得好 基本上就有些口碑传播的效应了 然后去适度地做一些增长 所以前面两个 其实是核心跟关键 做到这个程度 其实你这个开源可以做到50分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 你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商业上成功的路 那就是更难的一个话题了 那个难度系数可能更高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 已经做到这个商业化的路子 其实是跑通了 那接下来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是高速的增长 最终真的变成一个巨头 就是一个云操系统的巨头 然后整个市场人都知道 我要去构建云 装一下C勒斯就搞定了 这样的认知一旦形成了之后 我们就会变成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些项目 最终我们是希望这个云操系统可以普及的 不管大公司小公司 谁要用云装一下C勒斯搞定了 这就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愿景 不管这边呢 还有什么想聊聊的 Live和C勒斯有很多相同的点 贡献的地方 比如解决普遍需求的问题 包括我们定性是一个降门卡的事情 一个开转机用的东西 我觉得就把就是编程里面比较痛苦的那些东西去除点 然后只留下发挥创造力 就是真正针对解决问题的哪一部分 但是这个方向上 就是思考方式上 做事方式上 就像刚刚讲的 确实有不同 一个自上而下的 一个自下而上的 Live刚开始定位是解决 那名字叫Live API 是说让这个一个Express应用 减少一部分API 他都没想着说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通过Live API 可以减少常规的这种业务应用 可能50%到80%的这个API 他还是要有这套配置的 是减少API 后来呢把这套配置不顺其翻 所以变成了Live API Framework 变成了一个 Framework 这是一个单应用版的一个 Framework 就是这个时候才实现 开发的过程中不用接触服务器 再到后面的话 变成了一个平台之后 多应用多住户的话 连部署都不用部署了 应用的部署也是自动化的 这个是取名字的话 不知道咋起了 咱不能再后面再加一层了 越来越长了 那就塑一下吧 塑成Live 所以Live是什么意思呢 Live就是Less API Framework Less API Framework 但没有CLS 从一开始就有的那种 对自上而下的这种愿景 它就是被需求推着走的 就是这多一个按钮 肯定是开发人员吹出来的 就是这个很需要 而且我倾向于这个产品呢 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 这个顶层的设计的话 就是很系统化的设计的话 它也有一定的很大的弊端 危险性的 就是你可能会被需求左右 或者是干扰 所以在Live一直走的这个过程中 关于功能需求的话 是像倾向于不是那么积极的做加法 因为做加法容易 做减判的 比如说大家都需求这个 一直在说想要Java 或者Python的这个运行时 我是非常谨慎的 就是这个需求真的成立 我晚一点实现 就我想清楚的实现 因为我记得我最早跟你交流的时候 你跟我讲说 很简单 你自己跑一个 我们都是可以组合的 但你今天跟我讲说 你说要谨慎了 对就是其实事实上 我就一直没做这个事情 因为从技术上这个事 好像跑起来还是 比较有办法跑起来的 对吧 就你加了这个东西容易 但再减去掉它就不一样了 你是公有云服务嘛 现有的应用者 包括我们在云寒硕这一块 去有很多好的想法 但是还是稍微谨慎一点 你今天一个 明天一个 但其实社区可以做这个事 对社区可以做 如果有做的话 我们倒是不会拒绝 甚至可以去一块推动这个事情 就是诸如此类的 反正就是 如果你刚开始想得特别完善 那行就按照你这个步调走 然后积极地吸取 这个应付反馈 我们现在也是 更积极地吸取这个应付反馈 然后还要花很多 更多的时间 要谨慎对待 这个需求能不能延迟满足 或者说会不会有 后续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对加法非常谨慎 做监法难 砍掉一个东西是挺难的 如果有人用的话 就很麻烦要砍掉它 总结来说呢 就是我们出发的时候 可以聚焦在一个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点 但是我们的愿景还是要足够的大 我们不能只看一点点的东西 我们不是做一个小小的框架 一个小小的功能 其实要成功的话 我们的愿景还是要足够大 但是从CELUS和LUF这两个项目 就无论是我们从用户反馈的 或者从一个一个细节把它累 或者一个小区就累积出来 还是说我们有一个高的愿景 从顶层设计去做 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来 我们都可以说 获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功 还是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一个开源项目 虽然路径上好像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 就是工程师的这种 我觉得还是很有工程师精神的吧 就大家对于需求 对于代码 对于用户 有足够的尊重跟热情 投入到这件事情里面 然后这个产品 自己也有在深度的去用 然后所以这个产品才会越做越好的 昨天晚上还跟几个大厂的OI 就是那个OSPO办公室的 还有一些开源社区的聊 我就做了个辩论会 就说开源更需要技术 还是更需要热情这件事情 其实细想两边都有一些可能 很重要的方面 但今天看起来 我觉得肯定技术是内核 是技术支撑的 但是想把事情做好 就很需要 有一些东西 没有人会真的监督你 要求你那么多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工程师 我们有自己的要求 我们有自己的坚持 要把东西做得这么好 还需要一个东西 其实是正反馈 就是你要不断地补 补它 要不然你这个热情 如果是一开始的热情 它会逐渐被消耗的 假设你一直做的不起色 其实你就被消耗完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东西都很好 因为也的确是持续能从用户这 获得很多正反馈对吧 对这个特别关键 要不然你一个再强的人 其实你能坚持十年 也很牛逼了 所以你们跟用户也是相互成就的 对相互成就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聊到还蛮久 很有意思 感谢感谢二位的时间 感谢收听本期的持续集长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你也可以在微信搜索持续集长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会定期发布播客文字稿 等更多精彩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